台北市商办市场火热 办公商圈空置率维持在低档水准 供不应求 甚至超越了全球其他国家 根据重粮联航统计 今年第三季全球主要城市办公室 市场的空置率 英国伦敦约在8% 香港在7% 日本东京则约在3% 但台北的空置率只有2.7% 也就是说不到3%的商办 没有人乘租 而租金涨幅也比上一季成长1.1% 在普遍衰退的全球市场当中表现优异 进一步来看 台北市有近一半的A级商办大楼 屋领已经超过了20年 企业为了整合分散各地 或是各楼层的办公室 倾向会寻找新形态的大屏数办公空间 作为总部使用 其中信义区因为有比较多管理优良的新大楼 近5年平均租金涨幅超过一成 约在4000块以上 和东区敦化商圈内老旧大楼相比 租金表现优异 专家分析 这股办公室的升级潮 加上台北市中心低空置率 也让近郊的新办公大楼 在两年内租金上涨2到3成 估计功不应求的情形 会持续到2023年 新大楼陆续完工之后 才有办法获得舒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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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酬